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今集同大家都是更新賭場方面的最新資訊。 根據Odin方面的報導就說最近 澳門衛星場場主收到澳博提出新的合作方案, 澳博提出增加場館的博彩無收入佔比 即是說分成上澳博要調整, 他自己要收回多少少, 要求衛星場在9月14日前賭牌照表期完結前簽署文件。 有業內人士說現在仍在談, 但認為方案非常不合理, 疫情這兩三年, 衛星場在之前分成比例下已經全部虧錢, 加上是有不少衛星場現在被銀行追還貸款, 如果分成佔比再減少, 根本就無辦法經營下去。 其實這裏我自己覺得, 就是叫做一個大石窄死蟹, 歐博是有兩種做法, 因爲已經賭收好差, 甚至乎之後疫情結束都未必太好, 所以可能要提高佔比, 第二就是想等你自動不做, 它要是兩種做法, 要是牆壁要, 要是拿牆壁自己做。 但有一點大家要注意, 它講到是有衛星場現在被銀行追貸款, 這一點關鍵, 如果市價這樣差下去, 這些衛星場還不出貸款, 你覺得會發生什麼事呢? 這篇文章上講到, 現在澳門博企除了要交35%博彩稅之外, 亦都是要在博彩無收入裏撥出4%, 用在公益上。 不過, 奧博旗下的奧魚中合, 有關的撥款可以獲得1%的減免, 即是它只需要拿3%出來。 但現在新的博彩法通過了之後, 統一規定有關的撥款就增加到5%。 有業界的人士就說, 就算奧博有關的稅款方面失去特惠, 都應該是要與衛星場一人一半共同攤分, 而不是轉嫁到衛星場上, 尤其在倒排境頭期間亦都是好難換合作的企業。 在這樣的情況談條件, 唯有硬食。 他們亦提到一個點, 即是未來轉換合作的迫記行不行呢? 這些業界的人認為操作上是存在一個好處, 最大的難度, 包括在倒排招標之後, 有沒有衛星場可以給他們做一個轉換合作牌主的機制呢? 政府亦都應該盡早向業界公佈了。 如果是可以轉合作牌主, 原本屬於舊牌的員工應該如何處置呢? 如果是澳門政府要求將原來的員工轉到新牌主旗下, 幾乎是好難做得到, 所以業界仍然都是希望政府可以給這些衛星場去挑選條件比較優越的持牌博企。 這樣就說不用硬食不利合作條件, 而令到他們企業去倒閉, 去導致大量的本地員工失業, 尤其當中有不少競爭力比較低的博彩從業員, 在經濟環境較差的時期亦都很難找到新工作, 最終亦都會增加澳門政府的管治成本。 其實這段不知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好像是給政府說話一樣, 如果你們沒有一個方案出來的話, 待會他們不做, 又會影響到員工哀哩巴啦, 其實說真的, 政府應該不會推出一個這樣的方案, 說六大博企任你選擇等你轉排, 這個不可能的, 因為本身他們自己都是叫做開了個門, 就讓你們不用倒閉, 繼續做留衛生廠部分。 但是如果你再進一步這樣要求的話, 你覺得政府會不會全部聽完你講呢? 我覺得就不會咯。 和最開始他們是說到連衛生廠物業都要收起來, 又說要在博企名下, 但是現在都不用啦, 現在可以變成租場, 當然啦, 站在他們經營者的角度來講, 一定就覺得不合理的了。 但是澳門在現在今時今日, 又是不是需要有這麼多的衛生廠在這裡呢? 當然啦, 如果是衛生廠不做的話, 一定會對裏邊工作的員工是會有影響的。 但是現在其實每個賭場來講, 在莊河上的人手都是個性的。 好多都是翻一半放一半的。 跟著啦, 這篇文章最後一段就講到啦, 說現在博彩業的前景仍然是未明朗的。 賭收可不可以復甦仍然? 是要看回內地防疫政策會不會放寬。 澳門政府本來在修訂博彩法時已經是放寬了, 對這些衛生廠的限制, 仍然是可以給這些衛生廠不用交回政府, 對他們來講是好消息啦, 但是隨著疫情的打擊之下生意十分難做啦, 博企也都應該響應政府呼籲, 在這段期間去共渡時間啦。 如果在惡劣的環境之下再增加利潤佔比, 無疑是迫死衛生廠啦, 想他最後一段甚至乎是用到迫死衛生廠來講啦。 但是老實講啦, 在現在的這樣的大環境之下, 不要說衛生廠啦, 其實綠大博企都快死了啦, 現金流都是非常不足, 就算現在8月份是可以自由出入關啦, 但是我們賭收30億都沒有, 你綠大博企加起來是有60幾70億才可以叫做剛剛好打平不用蝕錢的。 現在你只有20幾億不到30億一個月, 他們都蝕得好金的。 再加上啦, 如果是站在他們經營角度上來講啦, 現在不跟你調整合約, 不通等續聯倒排, 跟著你簽完之前的合約, 再跟你慢慢調整嗎? 應該無可能啦, 現在來講他們有籌碼, 可以逼你不做,又或者怎樣。 大家不要忘記, 有很多不做的場, 其實都是奧博自己拿回來做的。 當然啦, 現在他為了續牌, 拿回來做的場就算不賺錢, 他也是會繼續經營下去的。 但是啦, 如果是續完排之後, 這些不賺錢的場, 我覺得是很有機會不做的。 好像銀河那樣啦, 你來奧的場都是說不做就不做的, 總統的場也是的。 看得到啦, 其實如果博企是要不做的話, 基本上是可以即時斬攬的。 但是對這些衛星場來說, 就不是啦, 即是如果他是有借入銀行貸款的話, 他當然非常之緊張啦, 他那個分成少了, 經濟又差了, 少了人來賭, 那麼他有沒有錢還錢呢? 銀行也是會看到這條數的嘛, 可能銀行現在也是會call loan的啦。 其實這麼多年, 一直等一直等, 那個疫情都還未完, 甚至乎來到疫情的第三年, 今年竟然還要比上一年更加之差, 這點我估計, 是整個澳門賭業的業界, 都沒有人猜得到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出來的。 好啦, 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 大家有什麼想講, 下邊留個言,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